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战争的影片又来了 那么对岸到底要预告什么呢 赶快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国民党文权会副主委 郑世伟 阿官好 大家好 前雄三飞带总工程师张成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媒体员钟年华 阿官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康然俊 大家好 金石专家施小维 大家好 要请到年长与年姐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节目一开始 刚刚带你来关心的是 欧阳娜娜的事件现在还在发酵 黄厉成爆出狂轰 台湾政府不要惹我 而且黄厉成挺欧阳娜娜 还怎么说呢 她说如果我们的政府对她罚款 那是她作秀 还像台湾 那你有种你就进抖音和微信 更离谱的是赵绍康还力挺 称她为台湾之光 我们听她怎么说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大陆在这个环境下 而且十一对他们 蛮重要的一个活动了 这也不是一般阿寡帽都能上台唱的 就跟春晚一样 要有一定的分量 要求你 你唱的 这就是你说我不唱 你敢说你不唱吗 他如果说他不唱的话 又麻烦了 对 对市场方面 缠出来 不是 穿着又戴帽子 你看你就是台独 叫你唱文的主国你都不唱 你之前讲的都是假的 是台湾之光 对啊 台湾如果像当年邓立军 对不对 这台湾的光荣 当然台湾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 杰出的演员 能够到大陆就发光发热 让大陆看说台湾真的不错 能够栽培出这样的有才艺的人 不是台湾的光荣吗 有什么好去让小屁股 才能去压迫他们 杰当说这是台湾的光荣啊 所以台湾曾经被称为台湾之光了 包含有王建民 包含有陈伟英 那这些我想大家都没有争议 那欧阳娜娜怎么会被称为台湾之光呢 因为 那他刚刚比喻邓立军恰当吗 邓立军别忘了 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土地啊 而且阿关你知道吗 当年在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说 不爱老邓爱小邓 老邓指的是邓小平 小邓指的是邓立军 当年中国是花重金 提出任何优惠条件 邀请邓立军到中国去开演唱会 但是邓立军拒绝了 因为他一声反共 是吗 他们喜欢邓立军的歌 不代表邓立军跟娜娜一样啊 人家邓立军又没趣 不要拿欧阳娜娜跟邓立军比 我觉得这样有点羞辱了邓立军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道理很简单 欧阳娜娜娜这个事情 就我们如果说 他真的是歌艺超群 其实他的专长应该是 大敌情嘛 对不对 如果他真的表演这个非常的好 那受邀去表演 那我们还可以勉强说 是因为他的才艺受 但是对不起 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 以他的歌艺 在中国数以成千上万计的歌手里面 顶多算中间水准吧 是 那凭什么上 这个大概有 照中国媒体讲 央视这个国庆网会 大概收视人口到十亿人 凭什么跟邓立军等量奇观 对 而且阿关你在看 那个节目的安排 其实很明显嘛 那个节目唱的歌曲叫 我的祖国 那我的祖国这首歌 他安排的是 中国的歌手 香港的歌 香港的艺人 就是任达华 澳门的还有台湾的歌手 大家一起演唱我的祖国 关键是 他是在国庆的晚会 他是有政治意涵的 其实欧阳娜娜 不会是第一个到中国发展 他不是春晚 对 他不是第一个 去中国发展的艺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可是为什么以前 所有去中国发展的艺人 没有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是因为国庆晚会是政治活动 他不是春晚那种娱乐活动 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那再加上今天 他不是仅仅只是去中国表演 对 不是那么简单 他不是一般的商演 如果商演开演唱会 他是被中国当作统战的样板 没错 我们台湾人其实是非常宽厚的 记不记得有一位 中国上海籍的歌手叫李亚莎 他来台湾参加歌唱比赛得奖 他现在在台湾专门唱台语歌 可是我们台湾人并没有因为说 你是中国来 我们就不喜欢你 他歌迷很多 就台湾人的包容跟开放 是非常好的 那今天欧阳娜娜这个事情就是说 他会让人家觉得 因为他现在变成有点两面不讨好 在台湾当然很多人批评他 那在中国大家可能觉得 那中国人应该就很支持他 人民日报都力挺他 可是对不起 欧阳娜娜之前在中国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 他人在哪里 回台湾必计 对 他人在台湾 而且还发一个微博说 我现在暂时住在台湾 那当时就很多中国 就很多中国网民 包括台湾网民也去酸 他说他中国不是零确神 中国不是很安全 你应该去吗 但是因为他想 他暂时住在台湾 就让很多人觉得很生气 说你明明就是拿我们的国籍 然后你回台湾必议 结果你竟然说你暂时住在台湾 反正有事回台湾 没事到对岸去捞钱 对 来 妮姐 刚刚少康兄说 对 他们不能说不 这样唱不能不唱 不能说不吗 但是其实就是说国庆晚会 因为十一国庆这个很敏感 其实多年来了 包括说蔡依林 周杰伦等等的人 都有被邀请 可是碰到是国庆晚会 大家都找很多很多理由 都婉拒了 为什么 太敏感了 因为国庆 那又要讲到国家认同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为什么 马吉哥哥黄力成会跳出来说 不要惹我们 他这个很凶悍 大家会吓一跳 不要惹我们 然后他 他我们指的是什么 他挺的是欧阳娜娜 他认为说 你们就是市值挑软 不要惹我们这些想去对岸 捞人民币的艺人 那我们指的是 他说台湾是民主国家 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他就不限任何时空任何地方 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他只是表演 他只是唱歌而已 然后记者就问他 他自己还讲 他说我去NBA 参加那个什么比赛 人家都跟着所有人 一起唱美国国歌 我也跟着一起唱 这个都很正常 民主国家 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他这样一讲 那记者就问他说 那你觉得说 现在我们政府跳出来说 要处罰欧阳娜娜娜 可能要罰款了 好不晓得多少钱 这是不是在作秀 他说对 这个政府 其实就在作秀 他说跟我们讲 有种 你把抖音禁掉 你把微信都禁掉 你通通都禁 对不对 你敢不敢禁 他就很大声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他讲了 他说不要穿欺负小的 可是他因为这样一讲之后 他是17的老板 17直播老板 他的脸书就差点被灌爆了 今天中午才过没多久 他就又发了一篇文章了 他就说 其实这个台湾 台湾是第一名 黄历程跑出来开这一枪 大家知道吗 他是LA boy 他们2000年的时候来台湾 带了好多弟弟 麻吉弟弟一大堆来 他来的时候你知道吗 为了要跟别人不一样 为了想要抢这个市场 他唱什么 他唱台语歌 他唱那个rap是台语的 他先写了一首歌叫 《台湾之子》 也是蛮敏感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来的时候 是国民党执政嘛 他瞎台湾之子 唱台语的 后来人家歌说 每个唱片公司都说 我不要 我不要 因为这个我们都要打 那个大陆市场 我这个拿去 这个歌发行不了 大陆市场也不会要 后来他你知道 一改再改 那个歌词改来改去 本来是说这个 这个台湾之子等等 改啊 改啊 改成就说 台湾变成宝岛了 台湾不敢讲了 国家也不敢讲 变成宝岛了 改成这个样子 后来2003年的时候 他自己唱 这首歌唱成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他就说 我是国家生 我是台湾孩子 我在台湾西 我在台湾西 你知道吗 唱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你知道吗 市场很严苛 你这边那边不通 你就想要到这边通 所以我们最近经常说 善人无祖国 其实是互人无祖国 改来改去 边来边去 后来2015年的时候 他唱了他一首歌叫 《屌》 很屌 结果中国道路直接把他进了 就说这首歌 我们这边是不能唱的 他就出来讲话了 屌 我跟你讲 我弟弟比我屌 他弟弟是黄丽 黄丽玺 他在大陆有女朋友 叫徐靖蕾 大陆名导演 我弟弟比我屌 因为他终得比我厉害 他还敢讲这种话 就是很带种那样呛 可是你知道吗 他前几年在台湾开酒店 酒店被黑道砸 后来他做了一个17直播 不是红的吗 2015年 三个月就冲到排行榜第一名 直播第一名 但是你知道吗 17直播引起很多的争议 包括他里面有这个 情色过多 还有裸露等等 甚至有时候 男生要上来要付费 就有人就把会员一退掉 就收到7万块钱的账单 有的人一天收到500通的 陌生女子来的简讯 所以很多人就投诉 就说你们这个平台有问题 他你知道就被 以妨碍风化被起诉 结果当然后来是没有被 就是说没有不起诉 就是说因为他引起很多争议 然后他就讲说 这是对手在搞我 我们这个平台是很OK 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个问题 他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 中资有介入 乐视体育 还有王世聪的儿子 王健宁的儿子 大陆首分王世聪 投了1.5亿人民币和台币 7.5亿到他这个平台 所以他说你有中资 等等 可是他觉得说 我还是刚刚那句话 我是台湾孩子 我死在这 我要死在这 我爱台湾 但是今天他的立场又改变了 好 我们来听听国民党的说法 那如果照邵康兄的逻辑 就是说要上那个舞台也不容易 那是台湾之光 那这样吴思怀也不容易 对不对 能够被邀请到那个地方 听国歌又站起来 那也不容易 那只要是不容易的 都是台湾之光 我觉得赵董在他的一个 节目上面讲 他或许是讲说 这个机会不容易 但是我会觉得讲说 刚刚大家探讨了 这个黄立成所说的 针对于艺人的部分 我今天讲 依法行政 依法论法 你今天如果说文化部引用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33支一条 你讲说要经过主管机关的一个允许 那你程序在哪里 那你如果今天讲说 这一个央视是属于公营的 大陆所有的电视台 全部都是公营的 你如果讲说我的祖国 这首歌不能够唱 那我相信 过往也有很多的艺人 他也唱过这首歌 是位 关键不在公营 关键在参与政治活动 没有问题 国庆晚会被认定为政治活动 那我相信 那你政府机关你把它制定出来 要不然今天如果像之前 你像包括今天我们李贵民委员也讲 之前阿妹在我们双十国庆唱的国歌 结果被对岸封杀 那那个时候 民进党绿营怎么批评对岸的 希望政治的归政治 演绎的归演绎的 那今天欧阳娜娜还有张曹涵 他们要去做这一个表演 那你今天如果说你的两岸人民 关系条例 你没有制定清楚 那他去了 好 你说要罚他 五十万 我说一句实在 他今天出去商业的时候 反省不及家的 当然也有人讲说 那他是不是要把他健保给取消掉 今天就有媒体朋友在脸书上面写 依法无据 没有错 大家都是情绪 所以说我刚刚讲 为什么他依法论法 依法行政 你今天讲张绍涵 欧阳娜娜在他的一个微博 他有两千万的粉丝 张绍涵他住在上海 他大病的时候他到加拿大去医 他健檢的时候他到新加坡去做 他小病的时候他在上海就就近看 其实我会觉得讲说 你说健保你很多 你包括人民日报 他也把那个周杰伦拿出来 对不对 周杰伦当时要办这个奥运的时候 但是周杰伦 没有上他们的国庆晚会 是没有错 刚刚您有讲 而且要遣很多次人就拒绝了 那你今天是不是主管机关 你把他条条把他列出来 我觉得市委讲的也有道理 到底标准在哪里 对艺人来讲他可能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政治活动呢 还是娱乐节目 还是演艺活动 我觉得第一个 李桂敏委员今天讲的话 那个类比是错的 阿妹在我临总统就是连里唱国歌 被中国封杀 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要封杀 欧阳娜娜跟张韶涵 现在不是郭文宗之前 以前会有禁歌 包括龙德传人都曾经被禁过 只因为侯德建到了北京 去发展他的事业 我们并没有封杀他们两位 我们今天讲的是也是一样 这一点我跟市委的看法 我们就是依法论法 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一点 现在这样讲出来 我相信我们国内也没有人去找 欧阳娜娜娜的 不是 就不管有没有人去找他 但是有没有人找他 那个是商业行为 那个是市场 但是今天就是说这个事情 第一个他两个 一个是他有没有违法 第二个 你这样子是不是很严重的伤害到了 台湾人的感情 那这个感情的部分 当然就是将来他的市场考量 但是我相信 如果看中国媒体的报道 欧阳娜娜娜说在那边 一年的收入几个亿 他大概也不在乎台湾的市场了 好了 任俊 我觉得欧阳娜娜她做这个选择 她基本上就是政治上的考量 你不要跟我说她是商业 欧阳娜娜什么时候才把自己转型 成为中国人的就很简单 上次有一个这个 他那时候到北京去演出 他自己的微博上面就写说 我要出国表演 结果大陆网民罵他台独 你知道吗 一大堆人罵他叫他滚回台湾 结果他就自己发表了说 我是江西人 什么我从小就是被 爺爺奶奶教导 我以身为中国人为榮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在所有的发表的倾向里面 他才讲说他自己是中国人 我就必须讲 今天网路上面讨论就很简单 今天网路上面帮他辩护的谁 是欧阳龙 他爸爸 欧阳龙曾经在国民党里面 他也挂过发言人类这个职务 不管他有没有领薪 不管他是不是正职的这个付诸 那结果今天他在做这个选择里面 我也说实话 今天为什么大家会在乎 是因为两岸现在关系紧张 是啊 你今天老公一天到晚就是要打我们 结果你今天一个台湾的艺人 你到美国 因为黄麗诚说我到美国有唱过美国国歌 第一个那不是一个正职活动的场合 第二个老美有拿着几百颗飞弹对着我们吗 而且你如果入籍 没有嘛 你若是国籍准去美国 你要去唱美国 你要去报美国 美国是你妈妈 是你爸爸 是你爷爷奶奶 我才不管你 是 但重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艺人 你今天说顶着一个台湾艺人的光芒 跟身份 跑到那边去 可是你所做的是 我讲今天如果两岸大家都和平 我不认为大家会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 可是今天就是因为这样紧张的关系 再加上你过去的很多的发言 其实就是在政治上面做选择 我觉得让老百姓最不能接受的是 两边拿好处 对 两边拿好处的意思是说 当有疫情的时候 我回台湾避疫 我需要开刀的时候回台湾开刀 我要健保的时候回台湾用健保 但是我要赚钱的时候到对岸去称 那是我的祖国 这是老百姓最不能接受的 欧阳娜娜之前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回台湾 我们在看到黄历诚 左手拿台湾的补助 右手爱中国 黄历诚今天讲的话 我最没办法接受的大概两点 第一个 他说你有种禁抖音跟微信 那黄历诚大概忘了 因为我记得他是美国籍 那你的祖国 你的母国美国 现在正在禁抖音跟微信 这不是不能禁 只要影响国家安全 美国如此民主自由的国家 我照尽不误 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讲说 因为政府都不照顾演艺世界 让台湾的演艺市场越来越小 这个我们先不讨论因果关系 但是黄历诚 你最没有资格讲这个话 因为你前后领了我们政府 我们 关我们缴税 一千六百万的补助金 别人没有领到一毛钱 他有资格讲 但是黄历诚你最没有资格讲 黄历诚他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 叫做Majidija Majidija 对 拍的第一部电影叫《变身》 领了六百万的补助金 而且那部《变身》 还后来引起争议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角色 叫做宇宙Fly 一个超人 结果被日本东映公司说 你这个造型 脸 长得跟我们的假面超人好像 你是不是侵权 结果黄历诚说没有 最后达成和解 和解怎么样 50万授权金 好 50万授权金什么意思 你承认你是抄袭嘛 你才需要人家授权嘛 如果你是原创 我干嘛需要 别人授权 好 这是第一个 六百万 后来 他的电影公司担任发行商 拍了一部叫 道教仲邪二 拿了一千万的补助金 他也拿一千万 这部片 年华哥有去看过 我看过 说实在 我个人主观 实在是还蛮难看的一部电影 那好 那你这个就是说 你今天黄历诚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我有一点觉得 他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 可能一直脑充血 看到欧阳娜娜同位艺人 好像被人家围剿 他就要跳出来帮他 黄历诚 其实你没有搞清楚 台湾从来 我们没有抵制过到 中国发展的艺人 周杰伦有人抵制他吗 没有啊 蔡依林有人抵制他吗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聪明 他们也很清楚 那一条红线 那条界线在什么地方 他不会去参加国庆晚会 他不会在中国公开的场合 讲说我的祖国叫中国 他也不会被中国利用 当作反过来统战台湾的工具 所以我们不会有人抵制他 你今天欧阳娜娜 你何德何能可以站上 央视这个国庆晚会 十亿人收看舞台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你是台湾人 如果今天你入籍中国 大家觉得他站得上央视吗 站不上 不可能的事情嘛 就因为他是台湾人嘛 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嘛 这一点 刚刚任俊讲过 他过往的那些谈话 欧阳娜娜非常清楚 在中国演艺圈想要捞钱 你的政治正确是什么 可是偏偏你的政治正确 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嘛 对 每日认为了 你能够找到 你我什么事 这一重是 你没什么事 你没什么事